高雄有民众在大辽区的菜市场直击到 这个女驾驶竟然是把爱车就停在大马路的中央 只为了下车去买菜 夸张的行为恐怕得吃上最高三万六千元的罚单 而另外在台南也有女子自己违规停车 阻挡用路人通行 被警方开了单竟然还恼羞成怒叫嚣 令人看了直摇头 女子穿着粉色洋装 手上提着疑似刚去菜市场买的东西 悠悠哉哉打开车门准备上车离开 但仔细一看这部小轿车居然大喇喇停在马路上 原来女驾驶疑次跑去买菜 只是这会不会太夸张 夸张行径就发生在一号下午高雄大辽区名阳路 旁边就是成功黄昏市场 证明女驾驶疑次贪图方便把车停在路中央就跑去买菜 也不管有没有其他车辆要通行 这次行径现在也可能受罚 总文局上午接获民众八 回贵新闻可储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另外夸张行为也发生在台南 空白的地方帮我签名一下 回贵停车女子被警方开罚却拒绝配合 转身上车越长越气女子最后还高分被叫嚣 后来女子辩称停歇的是因为前面有机车将车停好后 甚至长按喇叭还不断向远景向下 离谱行径发生在这个月7号台南安南区安中路二段 远景巡逻时发现质量灰色轿车违规停车 车尾还吐出车道范围 只是正要开罚时女子却情绪激动还恼羞成怒 我测量违规停车 依大陆交通管理署条例予以告发 明明有错在县圈介绍当上去 尽管违规女驾驶发现了情绪 但最终还是得乖乖缴罚罚单 记者高雄台南最后报导